一股腹食怎么吃 是很多股友关注的一个问题 一股后腹食很重要 一股结束呢是我们寻找健康的第一步 一个新的开始 一般腹食建议在晚上开始 因为晚上人们食育比较好 复食前呢先准备好要吃的饭 规定一个量 依正常一餐纬度 避免暴饮暴食 不关注吃什么 而关注怎么吃 更准确的说呢 关注吃的时候怎么想 吃什么都可以 水果 蔬菜 米饭 肉类等等 只要自己喜欢都可以 真怎么吃很重要 壁谷结束的人啊 很容易找到对食物的重视的态度 觉得平常的食物对这时 显得都很珍贵 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这种感觉 这种对食物重视感恩的心态 可以学着在吃饭的时候去感恩 感恩稻子的成长 感恩我们吃掉的食物 还可以感谢阳光雨落 让水果蔬菜 动物植物正常的生长 还可以感谢我们的客户 因为他们是我们的意识父母 等等 可以感谢成千上万的事物 也可以 在这种感谢的心态中吃饭 是最有营养的 对身体是最好的 是最滋养人的 感谢 2 3